心情 感恩大師大悲觀聖音菩薩 感恩師 感恩師父 就不中了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自己的身体 想给你看一下 自己的身体 我胸口很痛 胸口很痛 你讲话稍微有点底气好了 你不要自己先把自己吓死 台长在这里不会让你死掉的 好吧 积极年首什么的了 一年 一九五一年 我帮你从上面看下来好吧 好谢谢 头经常会偏头痛 眼睛干 咽喉经常发言咳嗽 是 背部不好 是 胸闷气急 是 胸胃也不好 是的 你而且有子宫肌瘤 是 鼓掌 还要看下去吗 要 声音厉害一点了吧 我跟你说 我待会叫他叫起来 人 我给他加持了已经 你的关节有问题 两个关节 你记住了 左关节不是太好 是 但是你这个人很会保养 听得懂吗 你还经常自己什么甩手啊 啊 经常要走路啊 还吃着很多营养品啊 是 都没见好 没见好 念经才会好的 是的 听得懂吗 是 哦 他年轻时候很漂亮哦 哇 哎呦 大美女哦 哎呀 现在变老美女了 没用 很厉害呀 你的感情运有两次 听得懂吗 懂 懂 什么东西掉在水里的 懂 现在知道师傅厉害了吗 厉害 我跟你讲啊 你要注意你缺钙 缺钙 所以你的牙齿都不好啊 对 鸡精 还有 我告诉你 你不要 我帮你看看啊 你的胸部 嗯 是兔子是吧 是 五一年的嘛 嗯 啊 雷骨痛 胸雷骨痛 这里啊 从后面放射到前面 对 两边胸雷骨痛 对 没癌症 啊 开心了 开心 讲话声音想一点啊 好 开心了不啦 开心开心 嘿嘿嘿 hoo 我只想给你看一个涂腾 我就放行 你看一个涂疼 不 涂腾 我以后变成卢台长看涂腾 涂腾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你自己回想一下 你有没有拿过重的东西啊 有 放射被截痛 放射到前雷 听得懂吗 懂 你这个人除了血不好 其他没什么大毛病 血不好听得懂吗 现在都是角度麻木 对呀就是血呀 你要赶快吃单身片 复方单身片 明白了吗 明白 吃不吃了 吃 你又不是家里没钱 家里蛮漂亮的嘛 家里 家里 藏起来了 藏在你们家的左面 听得懂了吗 你好好的努力一下 明白吗 要天天要泡脚 要吃单身片 活血化鱼 单身片为什么好啊 活血化鱼 鱼是什么知道吗 就是 血的那种 我们说肿瘤啊 长在血管里的血管瘤啊 画鱼把这个鱼画掉 那么就是所以单身片好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经常这里胸口很痛很痛 我身上有没有要紧脚啊 看看啊 啊有哎 你有钓过孩子哎 哎呦 一个男孩 哎呦 一个脚插在你这里呢 还有一个在你后脖子呢 就是还有一个脚插在你后脖子上 你紧脆是不是也很痛啊 是 是 听得懂了吗 听懂 所以你现在要把它念掉 赶紧念掉 86章 哦 好吧 不过 放心要多少 放心啊 放 也放鱼 我很放心 放心啊 对不起啊 我不会说普通话 我不会说普通话 掉在水里了 不通 嗯 放心 放心 你要放心三百条 三百条鱼 这是第一波 第二波要一千两百条 慢慢放 听得懂吗 年轻时候真的很厉害 很有权力的 他他应该是做过官的 我看他好像 我看他的图腾好像像做官一样 好像很有权力的 呵呵 师父 看我在那个意大利师兄的福台那里 我愿抚下去 一万条鱼 还有一百零八张小凡子 这是画下去之后有没有效果 没有画下去 我再愿抚下去 才能刚刚抚下去 什么叫刚刚抚下去了 许愿抚下去 愿一下 愿力刚刚许愿 就是说菩萨收到没收到是吧 当然收到了 蛮好啊 那你一千多条鱼 也算在里边的呀 也睡在里面呀 小房子呢 小房子也算的呀 你家里呀 我告诉你呀 你家里走进大门 左手的这个顶上啊 这个地方顶上啊 有一个灵性啊 你晚上听得到他走路的声音呢 我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套房 对呀 一个套房有声音吗 咚咚咚 我都没有听到 你想不想听了 我叫他晚上走给你听听看好了 不要了 要想半天的 想半天他就来了 胆子很小耶 好了 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吧 死不了的 死不了啊 你现在几岁了 我看看你还能活多少年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 六十八是吧 你到七十三岁的时候 当心一点 有一个大的结 千万不能摔跤 一摔跤很容易走掉的 七十三岁 明白了吗 还有不要想得太多 明白吗 我告诉你 有一个老先生在你身上 男的一个老先生 可能是你爸爸 我描绘一下他的样子好吧 好 你爸爸 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 长脸 方方脸 对不对呀 对 眉毛很浓 眼睛不大 鼻子蛮长 是 谢谢师傅 听到懂了吗 听懂 好好的帮他念小房子 他晚上经常到你床边上来看你 所以你有时候突然间眼睛睁开 好像有一个人 但是你又看不到这个人 听到懂了吗 懂 闷的 胸有时候很闷的 他们来看你的时候 你胸会很闷的 我是经常挣扎一样的 对了 现在我帮你找到毛病了 是你爸爸 帮他念吧 好吧 好了 太感恩 好了 死不掉的 五六年当中好好的过 好吧 师傅 我的大儿子头发统统的掉光 几岁了 你的大儿子几岁 都是掉光 那个1972年 属什么呢 属老鼠 72年属老鼠啊 嗯 在美国还在哪里啊 在意大利 我告诉你 他没来是吧 没来 没来我告诉你 你不要去告诉他 嗯 他做过坏事了 他吃过不好的东西了 听得懂吗 懂 听得懂 吃过不好的东西 吸啊 什么吸 我不懂 吸过不好的东西了 哦 什么还不懂啊 你慢慢的注意他的房间 嗯 听得懂了吗 嗯 常常有什么怪怪样样的东西 你不要 不要把我卖出去 不要说我讲的 哦 我知道知道 小声啪啪 吃过不好的 听得懂了吗 懂都懂 好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告诉你啊 你自己不好啊 感情上弄来弄去 弄到孩子也不好 听不懂啊 这孩子我告诉你 也是个讨载鬼 明白了吗 明白 自己 太年轻太漂亮 也不好 像你这种 年轻的师父只管自己 好了 赶快念经啦 帮菩萨求啦 不求的话 儿子学坏 你就完了 我告诉你 他会严重的退化 内分泌严重失调 脑水体都发生变化 所以他的头发 全部掉光 血液形怀 根本不正常 所以眉毛都没了 你想想看 这种人像什么啦 像鬼不啦 现在还不知道啊 给他要念小房子啊 念多少张 千年一百七十张 叫菩萨给他智慧 让他改变 听得懂吗 海党在澳大利亚 我们的华人啊 其实有些事情 都不能讲的 孩子同性恋 对不对啊 跑过来求师父怎么样 我有什么办法 我就叫他念 把他不团的指导 好了 现在这个儿子呢 不是同性恋了 找个女朋友 马上结婚了 接下来我还要忙啦 他要叫我看看女朋友 跟他配不配啦 我肯定说配的 怎么不配我也说配的 师父要放多少鱼啊 多少条鱼 鱼都是小事情 给他念小房子最重要 听得懂了吗 好了 你好好修啦 你真的是很糟糕的 你晚点很孤独啊 听不懂啊 就是年轻的时候太牛了呀 不要牛啊 听得懂吗 懂懂 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大尹 没关系 Не надо 感恩师父 感恩 是 点 赌 人 把飞蛾来冲刷 世界万物是一家 何必去问你我他